大家可千万别小看中暑啊 江西的小料呢 因为中暑已经在医院抢救一个多星期了 到现在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23岁的廖女士当时中暑的症状非常严重 一个星期前被紧急转入江西南大二副院重症监护室 当时来的心跳呼吸都很快 人都是一直昏迷的 而且高热 最高温度有40多度 经过医护人员的紧急抢救 目前廖女士各项指标已经趋于稳定 但她还是神志不清 也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据她家族讲的 她有这个习惯 就是产后坐月子怕伤风 所以他们就一直用被子误的 被子盖在被子里面都是汗水 大概在家里误了有7天以后 就出现高热昏迷 据了解天热了中暑的患者 多为年老体弱者以及孕产妇 那这种情况这些市民 该如何度过炎炎夏日呢 年老体弱的 这种有慢性病 比如说病残 特别这种产入期的 这种孕产妇 坐月子的 环境温度一定要控制好 不能太高 30度左右 对 30度以下了 可以追公鸟吧 可以啊 只要不对的 只要你环境温度降下来 当然可以追 医生提醒 产妇可以适当使用空调 一般将室温控制在25度到28度 另外空调风不可以直接吹向产妇 产妇应穿长袖衣和长裤 最好还穿上一双薄袜子 坐月子期间避免使用冷水 更不可喝冰水 再次准备